據美聯社7月2號報導 就在世界衛生組織制定中共病毒溯源調查 下一階段計劃之際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表示 這個聯合國機構已經不能勝任這項任務 也不應該由它來調查 眾多專家 其中包括與世衛關係密切的專家都表示 由世衛領導的調查 不可能取得可信的答案 一些科學家指出 現在需要的是一次廣泛的獨立調查 美聯社引用美國喬治城大學 世衛組織公共衛生法 和人權合作中心主任哥斯汀的話說 我們如果依靠世衛組織 就將永遠不可能找到病毒來源 一年半來 世衛組織一直任由中共擺佈 非常清楚 他們不可能查出真相 世衛顧問小組成員梅茨爾提出一項建議 主張由七國集團成立一個新的調查組來負責調查 全球肆虐的整個過程呢 首先 應該說 世衛已經被中共控制得非常的緊 從最初幫著中共隱瞞疫情 到疫情爆發之後 又去阻止旅行的禁令 那麼呢 在我們看後面的調查的過程當中 應該說呢 世衛也一再的跟中共在配合 最新統計資料顯示 中共病毒已造成全球近2億人感染 近400萬人死亡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認為 中共病毒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 而且疫情還在繼續發展 這是全世界面臨的最大的事件 所以必須有更可靠 更可行的做法 而不能任由世衛和中共配合欺騙全世界人民 在今年2月9號的新聞發布會上 世衛調查的結論認為 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今後也不會就此進一步展開調查 在受到外界的廣泛質疑後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改口稱 前往武漢的專家組調查人員 沒有推翻中共病毒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假設 而世衛組織的第一階段調查 從世衛專家入境到調查的全部議程和調查報告 都要經過中共認可 這被美國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 理查·埃布萊特稱為胡鬧 他認為 確定病毒是否來自動物 或者來自實驗室洩漏 這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 而是一個超出世衛專業範圍的政治層面的問題 美聯社在去年12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 中共對新冠病毒方面的研究論文施加了多種限制 強令所有有關論文都必須經過中央機構的審查 前北京律師賴建平表示 譚德塞以及世衛很多高層都被中共收買了 在這一次關於疫情的溯源問題上 他尤其表現得非常的充分 從一開始幫助中共掩蓋疫情 為中共這個歌功頌德 到最後不疼不仰的 宣稱要進行獨立的調查 但是每一次都是無果而終 都是本質上的走過場 賴建平指出 在中共和一些專制國家的滲透下 很多國際組織成了專制政權的保護傘 世衛也是這樣 去年5月18號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接受採訪時就指出 世衛就是中共的傀儡 他還在個人推特賬戶上 以公開信的方式置信譚德塞 詳細列數世衛在疫情中的14項失敗應對舉措 盛雪認為 世衛的所作所為 應該受到嚴厲的調查 那些跟中共配合或被中共收買 並犯下反人類罪行的機構和個人 也都會受到審判和制裁